男子戴妹到小树林逛街 因为动静太大遭到了犀牛的追杀 我没有骗你们 你看妹子脸上还有红韵呢 此时阿鲁嫌犀牛打扰他的好事 冲上去就是一个暴摔 将小犀牛扔得老远 可是紧接着一群像熊又像马的玩意 再次冲了出来 这次大妹子来了一波烟雾弹 小猪崽们立即趴在地面睡着了 但一个巨影将他笼罩 竟然是指两层楼高的阿坤 看到妹子大叫 阿鲁上去就是一脚 看来这并不是一个普通的森林 层出不穷的怪物让阿鲁很是疲惫 因为他们接下来遇到了更多的怪兽 如今只有借助林的药水 从而来增加阿鲁的战斗力了 只不过用的太多的话 阿鲁很有可能会失去理性 还交代让妹子小心点 他哪里知道妹子 恨不得在这里生米变成熟饭 果然当林发射战斗香水后 阿鲁马上就变成了一个禽兽 红鬼此时已经变得面目猙獰 林想到接下来的画面 他都觉得害怕 果然在红鬼的气势震慑下 这群怪物一溜烟地跑了个干净 看着差点把持不住的阿鲁 林的心里倒是有点小失落 但是眼前却还有一只怪兽 并没有因为红鬼的威慑而离开 看着远处的怪兽 阿鲁知道自己的战斗还没有结束 这只是28级的猛兽 如果你能打得过他 那他就认你为主 认你拆遣 如果打不过他就干死你 很显然这是一只已经认主的家伙 那么这么说来的话 只有美食会的机器人吗 这时双头龙怪兽已经冲了上来 阿鲁竟然第一回合就被撞飞 看来之前的战斗 对他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只是他现在并不能退缩 这时他竟然要求凌再对他打一针 你要知道凌的药水 可是会对身体造成很大负担的 剑罐兽已经扑了过来 凌已经没有了选择 要不然他们两个可能都会死在这里 而红鬼只是出现了一瞬间 灵就发现了不对劲 马上喷射了放松香水 再晚一步的话 可能阿鲁就要失去理智了 然而正常来说 双头怪兽不是应该进攻过来了吗 原来在刚才怪兽评估出 阿鲁比之前那个机器人更加强大 最后任阿鲁为主了 他们想不到 竟然为自己迎来了一只座棋 原来就在刚才 一只岩石大鼓苏醒后 才导致众人分开 他上来就是一脚 赠送给众人一张免费机票 此时小松和萨尼倒是很幸运 从天而降落在了一片蘑菇林中 而萨尼觉得小松实在太丑 起初并不怎么想搭理他 而小松甚至抓起了 巨丑的酱油章鱼 这让萨尼节节后退 可是当小松发现一种 形状奇怪的蘑菇后 之后用刀将其切断 并且做成了美味 以及小松那做饭时专注的表情时 萨尼竟然对小松产生了好感 甚至说在之后在小松脸上舔了一下 而蒂娜和豆狼还在黑色草原上 突然豆狼发现了那只 在洞穴中黑色的机器人 自知不迪的豆狼 带上蒂娜就跑 只不过并不是逃跑 而是寻找着阿鲁的气息 想要告诉阿鲁 那强大到可怕的家伙来了 那这事 我 是 感谢观看